如果糖可以用来治疗便秘 那么如果糖它口服之后呢 它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分解成有机酸 来降低肠道的PH值 同时呢 它可以增加肠道的水分 这样的话它可以使粪便的体积增加 来达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 同时呢 在服用乳果糖的过程中 还可以恢复肠道的一个生理性的节律这个功能 那么如果糖再用来治疗慢性便秘 或者说是习惯性便秘的时候 它起始剂量一般情况下是 一次一天服用30毫升 维持剂量一天服用10到25毫升就可以 那么我们需要服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 如果糖再用来治疗便秘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在早餐时一次性服用 就是把一天的量一次服用 第二个如果糖在口服的时候要直接吞服 不要在口腔中停留过多的时间 第三个就是如果糖用来治疗便秘的时候要注意每天要饮用足够量的水 那么饮水量一般情况下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这个量 那么如果糖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严重的负作用 有的患者可能是因为大量服用或者是服用剂量较大 或者说是时间较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腹泻的症状 有的患者还可能会出现腹胀 那么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就及时停用 或者是减量使用就可以 了解的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